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最近展出了将近50件日本和服 现场有很多色彩缤纷图案逗趣的和服 包括印制上米其老鼠还有数位相机的图案 和服曾经在江户时期是日常服装 随着将近150年时代转变 现在已经变成日本传统文化的代表 可爱的米其老鼠还有现代照相机 这些非常现代的元素都印制在日本传统和服上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近日展出日本和服 从过去的传统样式到现在的创新转变 看见和服从18世纪到现在将近150年来的转变 当你看到20世纪的颜色的颜色 或看见西方的模型像是镜头 或车子或车子上的颜色 这些是不预测的事情 人们之前没有看到的事情 在日文的意思是服装 在江户时代和服就是日本人的日常服饰 直到19世纪中西方文化才渐渐影响 日本的传统文化 相传日本的和服 若是既然在既然静下的衣服 在既然既然与日本人的向日常 和既然静下的美国人的颜色 盛喜色的红色 的服飾 在明治維新以前 日本人還是穿著和服 後來才慢慢流行穿上西服 延續至今已經有150年的歷史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難得再現 日本傳統服飾與現代的融合